李秀忠主張把我們這個年中獎金刪掉 那個說是誤傳 李秀忠其實是遵照黨團決議 不過被似說而非的抹黑攻擊打到內出血 那個抹黑 沒關係啊 謝謝 謝謝是不是新的吧 沒有 我們都是全力支持他 蔡正元現在以非常嚴肅的心情 要呼籲台北市的國民黨黨員 在19號黨員投票的時候 把遠離支持蔡正元的黨員票 全數轉支持連勝文 這個就很明顯就打假球嘛 我們可以看到一路上一方面做好人 另外一方面做打擊手 那就叫你信心啊 這個就是不公平的競賽啊 如果說在運動場上有兩個球員這樣子玩的話 早就被取消資格了 鋪天蓋地的這種廣告啊 那老實講那對我們是 當然是這個不利的 連勝文陣營一直在談說世代交替 事實上我們看到他是在搭世代交替的這個變車 年輕人的心聲我都感受到 這個不是連勝文能夠感受得到的 蔡委員這幾次的重手喔 我自己的感受 他就像什麼你知道嗎 像謝長廷說的 這出路的事情讓我做 他跟蔡英文不是這樣講嗎 你就漂漂亮亮在前面選 那連勝文就不要口出二元 他就是一直講他的事情 這個打法真的很厲害 一個白臉一個黑臉 蔡委員是出手是精準又重啊 打到這個丁委員說實在話 因為蔡委員講的也並不是不是事實 只是說他似乎有一部分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第一條這個精準的這一條的 這是黨的政策 可是他把它說說有一個人 然後說他怎麼樣怎麼樣 第二個說有一個人 那就直接把這些東西套在了 丁委員的頭上 那丁委員在最後兩天 你根本來不及撥 撥回就撥 無法撥回 所以這種選舉的模式 似乎在民進黨才看得到 想不到在國民黨有用上 而且這個黑函後來證實說 有效耶 你知道嗎 最可怕的是 我們都不認識那位先生小姐 到底是誰對不對 可是他買了廣告 然後就算現在丁手中去告他 都沒有用 這個要做半百要多少錢 還要四五十萬 幾十萬啊 可是問題是就算丁手中去告他 都沒有用啊 因為勝負已定 選了三次的議員 每一次 第一 就算我真的最後要買了 我絕對沒有機會買頭版 因為那是太貴了 頂多是買在裡面 靠這個地方版 而且早就被人家訂了 對 沒有錯 你什麼時候可以訂到頭版呢 而且是一位市民 對 而且請問一下 這位市民到底跟丁手中之間 有什麼樣的恩怨情所到 他願意花這麼多的錢 要去跟他打這樣的殊死戰 所以既然在黨內初選 都可以下這麼重的黑寒的手 選舉也會這樣 你可以想見年底 包括你的對手 會不會也採用同樣的方式 所以我想這一點 對連勝文 連正義來講 要有一個心理準備了 也換了這種黑寒的攻擊 在年底的選舉裡面 一定少不了的 而且玩得很大 第二個很重要的是 能夠在最後那一天 在報紙上做這樣的頭版 說實在也不會是隨便的一個民眾 恨到這麼深的民眾 買不到了 買不到頭版的頭 買不到報紙的頭版 所以我聽說這也難怪 丁手中丁委員 他心裡面當然就充滿了怨 因為他的聯想 但他也當然主觀的一定認為 這背後一定有更大的黑手 在這裡 在選前有一張文宣 我覺得連勝文這張文宣 傷害了很多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因為其中就是 最關鍵就是取消了年重慰問金 從這個文宣 他連自己名字都不敢說 可是明顯是支持聯勝文 可是會用這樣子文宣的人 也就是不是陳學生做的 他用一個大穿子來暗示陳學生做的 這叫栽贓嘛 用這種文宣的人 你覺得他適合做 你認為這個適合做 和暗示是丁手中做的 對啊就是 你丁手中做真的有投票 我剛剛就丁手中 我剛剛把你做舉例了啊 我知道 我只是做舉例啊 就說你暗示 就說這根本就是一個謊言文宣嘛 他明知 所以他才不具名 如果真的是丁手中的 提的案 馬英九回應的 那丁手中負責任嘛 丁手中跟電視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在這裡 我還聽過他對這件事情的發言 他還想認為應該調整 應該有個過渡期 這個都 我現在不必要提他講 因為他已經落選了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說 會用這種文宣的人 你覺得他是一個誠實 將來做市長的人嗎 你選舉大家都說 那不擇手段 什麼叫不擇手段啊 就是違法他也幹對不對 就是不道德的他也幹 他不是用真正的競爭 跟村這邊一樣 不是連勝文的手段 因為那個文宣上面 你看不出來是他嘛 對 但是我們每個人都知道嘛 就是他都是不擇手段的要贏 還有一個姓蔡的也在參選 連勝文 是 是 所以大家都知道嘛 事實上連勝文這一次的勝選 夾雜很多複雜的因素 第一個 從民調來講 很多環馬的力量 認為連勝文在講大明皇朝跟丐幫幫主的時候 至少他有一點環形跟改革的力量 所以在91%反對馬英九 對馬英九不滿意的這些力量 他投射在整個市長的民調當中 因為丁守中顯然是馬英九主義的人 第二 民進黨的支持者 我聽到就很多民進黨的支持者說 丁守中比較難打 丁守中平淡無奇 就好像一個白開水 好像一個規規矩矩的公務人員一樣 打丁守中未來選戰 兩兵對峙的時候 要攻擊他好像打到棉被上 所以普遍民進黨的這些支持者 也認為說連勝文未來比較好打 第三 藍色的支持者也認為說 連勝文可能是未來下一踢 國民黨的所謂接班人 領導人 然後對於他這個槍擊案 也有一點要給他溫暖 所以有這麼多複雜的因素 才會讓在學運之後 連勝文的民調可以拉起來 要不然連勝文的民調一度岌岌可危 這個改革是對的 當丁守中受到這種不公平的 黑函的攻擊的時候 作為黨中央或者黨主席 都有義務要站出來 或者是立委員黨團 都有義務站出來替丁守中解圍 沒有一個人講話 這個才是丁守中他兒子 敗選那天哭泣的最大原因 因為支持國民黨政策的人 立法委員丁守中 他竟然受到如此的下場 連我都停權一年 你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國民黨裡面沒有死事 就是當丁守中一個遵守黨紀的人 為黨的政策而投下他不願意投的票 但他在最關鍵時刻的時候 黨並沒有給他溫暖 我平常講你說現在 連勝文到底有哪件事情 讓我們大家辭的 讓國民黨的那些老黨員 辭的投他一票呢 我覺得很奇怪 怎麼丁守中是4000票 他原來不是1萬票 剩4000 那6000都要跑哪裡去了 就是你說的 黃福星票都跑掉了 那我要講 你剛剛講很有道理 我是投票支持黨的政策 就我現在因為這樣被犧牲了 請問將來還有哪個人要支持國民黨 我捍衛國民黨的人 當時馬英九不是說 聰明 瑞智 只陳聰 我們一直在講說 老兄啊 依照我們這些老的國民黨 正統的國民黨的傳法 就是說四緩則緣 第一年八則 第二年七則 第三年六則 然後第四年 我們立法沒有立法 我們還是繼續保持六則 這就是拖時間嘛 但是至少對社會的反應 也有一種交代 黨內也知道 然後順便去跟這些 可人的受害者 做一些溝通 善良溝通 不是啊 這些老將 就是你們拉錢拉多的 可是第一手中 為了保護你們 結果你們票還不投給他 投給那個投共的 這個人 也不能用投共 這個實不太中吧 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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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發現 從2005年開始 破兵之旅 得到最大 兩岸投利最大的那個單位 如果是廉家的話 你這個票還投下去嗎